都是一些分别妄想执着 与亲近慈悲毫不相应 这叫当命错过 我们想想佛在经论里头 怎么样教导我们 我们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听明白 有没有真正体会到 佛所说的义气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皆无相不相应 就是有没有做到 如果没有 那就说辜负慈愣了 佛教给我们常常念佛 常持菩萨名号 用意在哪里呢 念念提醒自己 他用意在此地 不是念给佛福在听的 念阿弥陀佛 佛就是念念提醒自己 佛 阿弥陀佛四个字是凡语 凡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 一切实 一切实 一切出 无有不久 绝就是佛了 你就是凡夫啊 将我们常念观世音菩萨 就是提起自己 大慈悲心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我们的慈悲心 就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不在心外 这正是佛法所讲的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所以静宗 常讲的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这个话是真实的 不是虚妄的 弥陀自信变现 观音也是自信变现 甚至还是自信变现 乃至于 设法界 一正状言 无有也法 不是自信变现 这叫 喜言大神童 一言主 一言蛇 妙法